花莲中部掩埋场以及宜兰利泽焚烧场 因为政策问题 导致长照机构所产生的事业废弃物无处可丢 只能无限期堆滞 而短短两周的时间 有不少机构垃圾已经爆满 就怕延伸出严重的环境问题 而业者近日纷纷向县议员魏嘉贤陈晴 期盼能够寻求协助 这已经太多了 几代要出像这个也都是满的 长照机构里头端满事业废弃物 因为经有长达两周 都没有亲运公司前来收取垃圾 天气开始渐渐热 然后这个味道还有蚊蚓 你看已经开始有些苍蝇了 虽然我们有撒消毒水 可是目前看起来也不知道能挡多久 真的不知道能挡多久 由于花莲中区野蛮厂 及宜兰利泽焚烧场的政策问题 导致长照机构所产生的事业废弃物无处可丢 担心垃圾变质影响环境 业者只能每天消毒 但就怕垃圾持续无限期堆植下去 会衍生出更严重的问题 花莲目前有18家 长照业者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机构这边所产生的垃圾 是属于生活垃圾 就跟家庭类所产生的垃圾是一样的 也希望县府啊 然后议会这边能够帮忙协助处理 那不只是长照导演发生这样的问题 医院还有我们饭店业者 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真的会希望说 我们相关单位赶快来协调 最终的处置场 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处理 能够让轻易的业者 能够赶快解决现在的问题 要不然到廉价过后 垃圾可能在事业废弃物的部分 会满到处都是堆积垃圾 那也会对于市区环境 还有卫生状况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经过协调 环保局答应暂时开放中区垃圾 掩埋场紧急应变 让事业机构跟清云业者 都可以顺利的把垃圾 先暂时运往中区来做处理 而面对垃圾问题 虽然台泥的水泥窑 在今年7月预计就能完工启用 但却排除焚烧事业废弃物 要想真的解决这头痛问题 各方管道恐怕还要再多多沟通 记者徐立琴 华林时报导